我们小屋的最后一天 我今天就是正式要把我们所有的东西从小屋里 随着心动的信号5的收关 已经有不少观众开始期待心动的信号6了 第五季节目畅向了四对CP亲手而归的好成绩 引发网友热议 谁能想到九位嘉宾里只有男舞孙星落单 剩下的嘉宾成双成对画面十分和谐 还好孙星性格外向 即使落单也没有十分难过 没有在小屋里牵手而归并不能说明什么 因为小屋里的女生很少 孙星的世界在外面 她如此优秀 往后一定会遇到合适的女孩 牵手的四对CP颇受观众的喜欢 预言CP和6万CP率先进入热恋期 越有时间她们准会粘在一起 相处的时间多 因此感情升温很快 雪球CP和肉粽CP的进展稍微慢一点 这样的节奏其实很符合 王秋仪和薛这样的性格 金家月和陈宗伦 则是因为了解还不够深入 需要慢慢来 6万CP的感情进展 出乎我们的意料 这一对CP在节目录制时 经受了很大的考验 郭浩然的选择直接影响着 她和李婉倩的结局 金家月就是她们两个之间的考验 郭浩然和李婉倩 在节目里面一度分道扬镳 但是最终郭浩然心意改变 选择和李婉倩和好如初 节目收官后 6万CP一直都在大大方方地受恩爱 丝毫不避讳 这样一直担心她俩的CP粉们 终于放下心来 郭浩然和李婉倩 线下的相处是真的甜 不得不说她俩这一般般配 还好没有在节目里面做过 11月4日晚 李婉倩分享的一则 记录她和郭浩然的视频 视频里的她和郭浩然 最后一次回到心动小屋 收拾还没来得及带走的行李 这则视频里 没有了节目的滤镜 简简单单 郭浩然和李婉倩的状态 更加接近生活中 他们真实的样子 他们的状态看起来很是舒服 节目播出时 很多人都说 从郭浩然的眼睛里 看不出对李婉倩的爱意 但是这则视频里 郭浩然满眼都是李婉倩 没有了摄像机 他们不用在镜头面前表演 却在想到什么说什么 很是接地气 他们的相处不再紧绷 而是越发自然 我们也能够感受到 他们俩目前的感情状态很明朗 都很在意彼此 很关心彼此 看得出来 他们确实是在好好谈恋爱 想好好地走下去 节目播出时 郭浩然和李婉倩 以及金家月三人的关系 让我们头大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郭浩然的心意很不明朗 让人着急 看着六万CP如此相爱 走到走向如此明朗 我们也忍不住为他们感到高兴 能相遇及时缘分 希望他们不会辜负彼此 有一点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那就是透过李婉倩的手机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 如今的心动小吴 卫生条件非常差 镜头扫过的地方 地上全是散落的垃圾 一点也不整洁 刚进门的玄关处的拖鞋 也是乱七八糟的对在一起 这和节目里面的漂亮小吴相差甚远 可能因为节目收关以后 大家都忙着搬东西 就没太注意小吴里面的卫生 毕竟他们以后也不会在这里住了 不过对比之下挺让人惊讶的 节目正片里的小吴 干净整洁 一尘不染 可是如今的小吴垃圾满地 东西乱七八糟 我们心里难免会有落差 随着嘉宾们纷纷将自己的行李 搬离小吴 心动五也正是和大家说再见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 明年的心动六吧